風吹當天點飛啊飛 不管是大人也是小孩 都生到最大的歡喜 今天是六高雄一年一度的風吹坐 現場起營後將近9000人前來參與 家長也賺到四天的聯想家旗 帶到自己的小朋友 來好好體驗參與生活的快樂 有這個空間很難得啊 讓小朋友可以 可以... 圈圈大自然 空間讓你覺得最好玩 風箏 為什麼風箏會讓你覺得最好玩 小朋友不知道控油是什麼啊 對啊 現在小朋友其實很少外出 假日就打電動啊 對 所以讓他們體驗一下 我在戶外放風箏這個感覺 然後控油怎麼弄 然後東西可以吃到什麼 對啊 增長一些知識 六高雄風吹坐 今年已經是第五年基板 在現在沒用的社會當中 如果家長的便宵時間 這樣有時間 可以帶到小朋友到外面出頭 小朋友緊張是這樣有機會 可以拿回到控油 一起辦風箏的家庭 不過來到六高風箏 就可以做一道 體驗到兩行外東 好勝的地方 這是很重要的意義 因為我們這個辦了賣入第五年 就是由水資源局來 經費來補助 然後我們民眾參與的意願 越來越高 今年又創新高 我們最主要它的主題 是以風窑還有放風箏為主題 因為我們瑞田村 是出產稻田 一片綠油油的平原 很適合風窑還有放風箏 所以就這樣就辦了五年了 六高雄公訴也表示 既然風吹這個沒中 也希望可以帶動向來 各個風景區的觀光發展 讓大家可以當六高出頭幾個天 分享一下六高的水 我們藉由這個活動 風窑為主題還有產衛風箏 還有一些地方的一些 一些民俗表演的來帶動 最主要是能夠提供 他來這個活動結束以後 不是就此結束 能夠二日三日深度旅遊 這結束以後能夠去由 我們的那個知名的景點 不管是空夜的放風吹 也是風箏彩繪DiY 大家都是生日相當的歡喜 現場是充滿歡樂的草腦聲 所有藏污也都在民酒 都當這個快樂的氣氛集合 都過這次聯想咖啡的頭一天 幾乎開場報道